某晚跟他一起在煤气灯酒吧演出的还有一位歌手 名字叫做鲍博迪伦 后者成名了 但他却错过了荣耀 Exide在最香民谣上映前 A Wave and Run 还只是一个仅限于美国乡村民谣乐迷才熟悉的名字 而现在已经很确定 这张A Wave and Run专辑将重新唤醒悦迷的耳朵 麦当不浓 每次看科研兄弟的影片 我都会有相同的感受 第一遍一头雾水 刷二遍的时候会彻底爱上里面的故事 并为故事里的情感所动 最香民谣就是这样的影片 喜欢这部电影的人也喜欢 伊甸人之门1963年的格林尼智村 尽管最香民谣入围了当年奥斯卡一些既是想象 却没有如为奥斯卡最佳影片 但是这部科研兄弟指导的最新力作 却具备相当的实力 实际上该片早已荣誉满身 不但拿下第66届嘎那电影节评审团大奖 同时占据了纽约时报 2013年年度施加电影榜首位置 年度最好听的电影影片故事 发生在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 你可以把他与伊甸人之门1963年的格林尼智村 鲍伯迪伦的自传像一块滚石 放在一起对比观看 阅读那是纽约1961年的严冬 也就是鲍伯迪伦开始在格林尼智村唱歌的那一年 但影片的主角勒维恩原型是 阿维莱鲁 始终没有获得很大的名气 他是一个怀抱吉他 唱歌挣钱的不知名民谣歌手 但在酒吧演出的收入微博 他不得不靠朋友或支持者的接济 以及一些零散工作收入度日 可以说是一个流浪诗人 他连房子都租不起 只能到处找朋友的沙发借宿 在一段失败的感情的打击下 他从格林尼智村开车到芝加哥 让音乐巨头面前试唱 但最后他还是回到自己原来的地方 与勒维恩一无是处的悲惨生活 形成强烈对比的 是他那些优美的乡愁歌呀 勒维恩说 如果一首歌不新鲜 但也不会过时 那他就是民谣 片中的多首民谣 或悲怆或灰心 让该片成为年度最好听的电影 艺术家和现实应不可和解 尽管影片继续了 当年激荡的大浪潮中的一页 但与那些讲述上世纪六十年代美国文化的名著完全不一样 最相民谣基本上并不是一部传记片 而是类似柯英兄弟 早年内部巴顿风客一样 同样属于一篇创作论性质的影片 他科普的艺术品与艺术家 及他们的创造者 是两码是这个基础观点 要学会把他们分开看待 那些同情为维恩为什么没有成名成功 活得更好的观众 永远不懂不论维恩比起的是什么 也不会明白 艺术家与现实之间 理应保持不可和解的关系 在这个意义上 最相民谣表达了与杜甫的诗句 文章则命达类似的道理 磨难出师人 艺术家有他自己的天地 在现实中他应该无所求 如何做一个不成功但纯粹的人确实 影片提到 勒维恩距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某晚跟他一起在煤气等酒吧演出 还有一位歌手 名字叫做鲍勃迪伦 后者被懂行者发掘继而成名了 但他却错过了荣耀 不过勒维恩虽然不是一个成功的艺术家 却是一个非常纯粹的艺术家 他们的目标都一样 那就是寻找乌托邦 这个希望虽然会因为残酷的现实而落空 但却不可能被忘怀 也不影响艺术青年前赴后继 远远不绝 尽管影片向当下传递出民谣年代的声音 但他真的没有怀念什么民谣年代 他可能是柯英兄弟 最简单纯粹的作品 他没有柯英兄弟以往作品中的刀的深意 就像英文片名所说的那样 他融入在那个理想盛行的年代中 并对当时诡异的艺术气氛进行复刻 复刻本身就是意义 结束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